在台北市大运举破世界纪录的郭靖淳 不但形成满满 而且还获班无等警星勋章 让满怀感恩的他在脸书上留言 是大运输后的第八天 我依旧还是忙忙的 我也知道也有很多人在市大运闭幕后 忙着市大运结束后的工作 在这里代表中华队 谢谢您们辛苦了 郭靖淳表示 2017年最令人难忘的夏天 台湾做到了这股热血沸腾的情绪 你你是否依旧还存放在心中呢 赛后我收到好多好多的留言 恭喜道贺祝福的都有 很谢谢你们 无法一一回复心里 确实有些失落 请大家能够体谅 再次感谢你们对中华队的支持和鼓励 郭靖淳感性说 如果142公斤成功举起刹那间 你你感动落泪 你你激动落泪 幸存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在那一刻 你们让那我有机会成为您去台湾 支持是大运人所有人心中的感动力量 成为大家的此时 让台湾因为体育运动再次团结起来 我很开心更是荣幸 我TW台湾为荣 郭靖淳在脸书放上亲自弹搜钢琴影片 他表示这首卡农虽然简单 但对我来说很难 我曾经觉得我不可能站起来 但当我愿意尝试努力过后终于弹起来 我很开心 这对在市大运赛前的我来说增添了许多信心 影片虽然有图锤 但最后依旧顺利结束 就好像这次的是大运 在本来没有很多人看好的情形下 所有工作团队愿意尝试付出 他办起来了 虽然过程中有些插曲 但最终依旧顺利落幕 郭庆淳说 想献给市大运所有人员 不管是选手教练 志工工作团队 军警 医护人员 以及参与市大运的每一位您们 所有为台湾选手加油的你你 所有为庆淳加油的您们 谢谢你们的强力因缘与努力付出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让市大运圆满落幕 今年夏天 我们让世界看TW 台湾希望大家能够持续这股热情 继续的支持为所有中华队选手加油 忠实电子报